首先,謝謝所有媒體朋友 還有很多我們的音樂圈的朋友來到現場 那其實我們這個專輯一號創作的基地 那其實那個緣起其實在 我記得,永遠應該還記得 我們在早期在華語流行業的時候 我們曾經出過很多的合集 像水晶小頭的愛國歌曲 當時候的合集裡面有五月天 1976樂團,四龍衛 對,董事長 那後來都變成台灣搖滾樂團的一個 蠻重要的大團 那包括像我早期在唱完唱片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時候爬門英雄會 對,爬門英雄會 對,有像動力火車啊,林小培啊,老爹啊 然後很多很多優秀的 不管是創作人也好或是音樂人也好 所以大概這幾年我覺得 大家好像對於創作這件事情 可能他得到的關注 或他得到這個相對來說少很多 那可能像雪秋琴舞 反而是變成是這十年來說 最重要的一個邀來 但是我認為其實台灣的流行音樂的未來 其實還是在創作 所以這次呢 其實我花了兩年的時間去到 真的是上天下海啦 把台灣所有的新銳的創作人都 那其中呢 這四位分別從不同的管道 最後真的是非常驚豔 然後邀請他們來參加這個合集的一個概念 所以就花了半年的時間 完成這個一號創作基地 這個一個我覺得是滿有一個前瞻性 希望能推動我們流行音樂創作的新浪潮 所以取名一號就表示 希望有二號 對 希望有二號三號四號 是是是 阿慶也來聊一下 其實我們知道 阿慶這些年對於TPIE的提升 非常的用力而努力 所以可能因為自己做了音樂教育工作 開始想法變得比較不一樣 對 要跟大家來先分享一下這一塊 其實當然這次很開心能夠參與這個project 因為我覺得現在自己在做教育 然後我們的play光藝術學校也越做越好 那我真的看到其實現在很多的年輕小朋友 我們那時候講說年輕小朋友喜歡音樂 大概就範子就高中可能吉他社啦 熱音社或大學生嘛 可是我現在看到年輕小朋友 真實媽媽帶來的這個小朋友 大概都八歲開始 九歲 那這是一個我覺得是未來的一個趨勢的 就是現在的流行文化已經不是高中生了 是國中生甚至小學生 你可以想像他們小學就開始學吉他 可能學剪接軟體 可能就會音控 可能就會接很多的線器材 這個對於未來是很重要的一個發展 所以當我看到老師有這個project的時候 他邀請我說 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一些 這十多年的製作經驗或者是 寫歌經驗分享給大家 一起來玩 我馬上就 怎麼找到景函 其實我們認識很久了 是喔 那時候老師說 有他找到四個就是興瑞創作人 音樂人 然後我就說真的不錯啊 那我看認不認識 他講到景函的時候我說 這我認識 之前在我們同教會的時候 同教會的時候 對對對 還在教會的時候就認識他了 然後他那時候還是一個創作樂團 剛開始做第一張的Album 其實還不是Album 然後單曲 然後因為完全沒有製作經驗 然後我就變成 來我錄音室 我就教他說怎麼樣錄音 怎麼樣配唱 然後 事隔多年看到他還在音樂圈奮鬥 我覺得其實很開心 然後我們是這樣 我們創作模式很簡單 就是合作模式 他就是把他這幾年所有的歌曲 整理給我聽 然後我選了兩首 我覺得很有感覺的 我們就開始去製作這樣子 哦 對 蠻有趣的 挺有意思的 林明堯老師做的唱片 大概就是我童年時候聽的歌 然後 我現在長大了 你還在音樂這個 前面前面 對對對 您的青年是我的童年這樣 謝謝你 你現在還在很努力耕耘 你不斷挖掘新的下一代音樂創作 是 要不要介紹一下 怎麼跟SWAVE有這樣的一個合作插狀 其實因為唱片圈的整個大環境的萎縮其實是很快速的 那我本來也想就退休 或者是休息這樣 那很音源忌諱的剛好碰到SWAVE 那碰到SWAVE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什麼想法 我只是覺得 他音樂的歌唱得不錯 Lets on 然後我就覺得聲音很特別 好 然後我就跟他再也沒有接觸了 他在找我的時候 那時候 他找我的時候念大三 然後大概隔了幾個月 他再打給我的時候 他已經把 休學了 他已經都休學了 然後 他就跟我說老師我想要從頭開始學音樂 哇真的假的 一直要擔負人家的前途 對對對 然後他就 跟我說 他想要從最基礎開始學 是 所以我們就一路從最基礎 一路從樂理這樣一路教 教到 他今天可以自談自唱寫歌作弥 就從無道友完全 對 那他自己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是 我覺得因為練這種枯燥的東西的基本功 要花很多的耐心 還有耐力 還有腦細胞 是 那我覺得他都 一直在預期的當中的進步 是 也是這樣 好 我們老師講的